大妈正在收拾屋子,突然发现地上有一滩红色的液体,大妈抬头一看,这些液体正是从房顶上渗漏下来的。 大妈猜想肯定是楼上的住户,往地板上倒了什么东西,于是气冲冲的上楼敲门。 此时房东大姐正好过来收房租,在喊了半天也没人开门后,大姐掏出钥匙打开了房门。 接到报案后,警方立即赶到了案发现场。 经调查,死者名叫杨阳,今年24岁,是一名职业网络小说作家。 法医根据初步的检验判断,死者的死亡原因是刀片割断手腕动脉,造成失血过多导致的失血性休克死亡。 死亡的时间是凌晨12点到2点之间,死者生前有大量饮酒。 桌子上发现一封遗书,从内容上看,是死者写给自己的母亲的。 遗书上面清楚地写明他自杀的原因是得了肺癌,电视柜里找到了他的病情诊断书, 以及他在几个月前购买的人寿保险单,而受益人是一个名叫承安的人。 死者家里有不少的啤酒、零食和新鲜的蔬菜,从超市的购物小票来看,这些东西足够死者吃好几天的。 雷队很疑惑,如果死者真想自杀的话,那他为什么要买这么多吃不完的东西呢? 勘察完现场后,警察把尸体带回了公安局。 随后,雷队和女警处于找到了死者的母亲方姐。 警察在方姐这里了解到,在此之前,杨阳有一个男朋友名叫承安。 然而非手已经半年多了,当时杨阳非常痛苦,位子还染上了酗酒的恶戏。 在看到女儿的遗书后,方姐直接晕了过去。 警方通过调查得知,承安今年26岁,是一个专靠富婆养殖的小白年,但承安并没有去保险公司申请保险礼赔金。 根据目前的证据来看,杨阳割腕自杀的可能性非常大,但法医在进行尸检时,却有了新的发现。 通过尸检发现,死者患有严重的肺炎,但在死者家里发现的诊断书上却写着肺炎。 雷队认为,这起命案绝对不像自杀这么简单。 警察根据诊断书,找到了杨阳的主治医生华文了解情况。 看着杨阳的照片,华文却称他并不认识杨阳。 当警察拿出杨阳的诊断书后,他才想起杨阳确实是他的病人。 据华文所说,杨阳来找他看病的时候咳嗽得很厉害,并有颗血的症状。 他在给杨阳做了一系列的检查后,最终的诊断结果是杨阳患上了晚期的肺炎,大概只剩下三个月的寿命。 当警察告诉他杨阳已经自杀,并且法医的试检结果表明,杨阳患的是肺炎而不是肺癌时,华文称有可能是他误诊了。 与此同时,雷队传唤了承安。 雷队向承安问起有关杨阳的事,从承安的言语中可以看出,他并不知道杨阳已经死亡。 据承安所说,他跟杨阳是在半年前分的手,当时杨阳还买了一份保险,称这是爱情的契约。 分手后两人就再也没有见过面,而承安也有昨晚不在场的证明。 看来杨阳并不是他杀死的,而处于在调取了超市的监控录像上发现,案发的当天下午,杨阳在购物的时候并没有发生什么异常的情况。 而细心的雷队发现,杨阳的头上带着一个发卡,但在现场勘察时却并没有发现这个发卡。 雷队立即返回案发现场,在搜寻一番后,最终在沙发的下面找到一颗从发卡上掉落的水钻。 但发卡却不见,雷队认为应该是有人拿走了这个发卡。 而杨阳家的门窗都完好无损,如果现场还有第二个人的话,那这个人应该是认识杨阳,或者是他有杨阳家的钥匙。 雷队立即找到杨阳的房东梅姐,询问钥匙的情况。 梅姐称,每换一个作客,他都会换上新的锁心。 新的钥匙只有他和杨阳才有。 就在这时候,技术人员解开了杨阳的电脑密码。 杨阳的QQ聊天记录,引起了技术人员的注意。 原来就在案发的当晚,杨阳与一个网,名叫寂寞的画家的曾有过视频通话。 而从时间上来看,在案发当晚跟杨阳进行最后通话的人,就是这个寂寞的画家。 从他们之间的聊天内容来看,杨阳是在九天前认识的,并且杨阳把自己和写的诗告诉了寂寞的画家。 而寂寞的画家又向杨阳推荐了华文医生,并且声称可以给他打八折。 但华文当时却向警察隐瞒了这个情况。 看来这是并不像华文说的只是误诊这么简单,难不成杨阳的死跟华文有关系? 雷队让人立即传唤华文。 一看到警察,华文全都交代了。 原来,华文是个烂毒鬼,在外面欠了不少的债。 他也是受人指使,才向杨阳出去了假的诊断书。 而指使他的是一个名叫周立辉的人。 技术人员根据季末的画家的IP地址查到,这个IP的登记人是一个名叫秦东东的女人。 厨余带人立即来到秦东东家调查情况。 原来秦东东的男朋友就是周立辉,但周立辉刚出去,可能是去了一家长区的酒吧。 与此同时,技术员还查到,杨阳除了与季末的画家有聊天外, 还跟一个网名叫守护天使的人聊了很多。 在他们的聊天记录里,杨阳提到了自己很绝望,并且有想自杀的年长, 还说给他的母亲寄去了遗书。 但后来在守护天使的开导和劝说之下,杨阳最终又将寄出的遗书要了回来。 但警察在勘察现场时,并没有发现快递单或者是信封, 难不成被凶手拿走了? 竟然通过杨阳的手机通话记录,找到了跟他联系过的快递员。 看到杨阳的照片,快递员回想起他那天的确到杨阳家收过快递, 但没过多久,杨阳又要回了快递。 而令人意外的是,就在雷队来到酒吧寻找周立辉时, 周立辉却被人杀死在了酒吧的小巷子里。 与此同时,网上突然出现了一篇描述杨阳死亡过程的文章。 而从文章的内容来看,杨阳是在醉酒的情况下被人搁腕杀死的。 究竟是什么人发的这篇文章呢? 雷阳预感要出事,他让楚瑜马上去秦东东家里查看。 当楚瑜到达时才发现,秦东东已经死在了客厅里。 雷阳认为这篇文章肯定跟凶手有关, 他派警员立即找到了网站的负责人阿伟了解情况。 阿伟称,这篇文章的确是他的网站发布的, 而作者就是杨阳。 杨阳不是已经死了吗? 他怎么可能会发帖呢? 据阿伟所说,他最后一次见到杨阳, 是在上周公司的青年作家联谊会上。 当时杨阳和同位网站签约作者的秦东东还差点打起来, 秦东东指责杨阳瓢窃了他的创意并抢先发表。 警察还了解到,网站的每一篇文章都是由作者亲自发表, 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账号和密码, 但是如果账号和密码泄露的话, 别人也是可以发布的。 警方召开案情分析会, 秦东东家的门锁并没有遭到破坏, 初步判断,凶手应该是黑键门禁系统后打开房门的。 时间表明, 秦东东是被人用甩棍重击头部, 造成的失血性羞壳死亡, 并且秦东东的手腕处有正气的切口, 而死者周立辉是被人用利刃刺穿肺部死亡, 伤口与现场的凶器基本吻合。 而通过酒吧的监控录像可以看到, 周立辉是在厕所被一名头戴棒球帽的男子, 挟持到后巷里杀死的, 并且在杀死秦东东的甩棍上提取的指纹, 和在杀死周立辉的凶刀上的指纹, 经过比对是同一个人的。 杨阳和秦东东都被割满, 会不会是秦东东和周立辉知道了凶手的身份被灭了口呢? 周队却不这么认为, 因为在两起案件中, 凶手的作案手法基本相同, 但是在杨阳被害的现场, 根本没有找到凶手的任何线索, 这足以说明凶手是有极强的反侦查能力, 而秦东东和周立辉被害的现场, 不仅留下了凶手作案的凶器, 而且还有指纹, 这些都能够说明是有人在模仿之前的凶手作案, 还有网上的那篇帖子, 发帖人把整个过程描述的如此详细, 难不成发帖人就是凶手, 但他当初又为什么要把现场伪造成自杀呢? 这显然是不合理的, 景言一致认为现场很有可能有目击者, 而这个目击者很有可能就是杀死秦东东和周立辉的凶手, 那他杀人的目的又是什么呢? 就在这时候, 技术人员拥有了新的发现, 季默的画家曾经跟一个网名叫杀手99的人聊得很多, 而经过调查, 季默的画家就是周立辉, 他曾经在一个聊天群里, 花中金找人帮他收拾杨阳, 这么看来的话, 杀手99极有可能就是凶手, 但杀手99使用的是境外的IP地址, 目前还在追踪他的真实身份, 而技术人员在杨阳的电脑里发现, 他被人植入了一种木马病毒, 这个病毒可以远程启动杨阳电脑上的摄像头, 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通过摄像头, 看到了案发的全部过程, 技术人员立即锁定了他的IP地址, 当警察赶到后, 屋里却没有人, 警察对手在黑客家楼下, 最终在他回家的时候将他成功抓获, 经审讯得知该男子名叫梅东成, 梅东成承认是他杀死了秦东东和周立辉, 据梅东成交代, 其实他并不认识秦东东和周立辉, 之所以又杀死他们, 是因为他发现, 秦东东和周立辉和莫买凶杀死了杨阳, 原来梅东成当年还非常落魄的时候, 意外认识了杨阳, 杨阳漂亮, 善良, 他很快就迷恋上了杨阳, 他无时无刻都想见到杨阳, 想了解他所有的一切, 于是他利用黑客技术, 给杨阳的电脑装上了木马病毒, 这样他就可以通过摄像头观察到杨阳的一举一顿, 后来他又用守护天使的网民跟杨阳成为了网友, 有一天杨阳突然说, 他得了癌症想自杀, 并且已经给他的母亲寄出了遗书, 后来在他的劝说下, 杨阳追回了那封遗书, 他本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, 但那天他回家打开电脑时, 却发现杨阳真的自杀了, 他看完整个过程后才知道杨阳是被人谋杀的, 当时他气愤极了, 发誓一定要为杨阳报仇, 他通过黑客手段查到, 跟杨阳聊天的寂寞的画家就是周立辉, 而周立辉在网上买宣要杀死杨阳, 他在周立辉的电脑里, 安装了木马程序, 看到了周立辉和秦东东在争吵, 而争吵的内容就是秦东东要周立辉报复杨阳, 在得知这一切后, 他写下了杨阳被杀害的全部过程, 目的就是要把那个杀手逼出来, 后来他用黑客技术破坏了秦东东家的门锁, 进屋后用甩棍打死了秦东东, 并割开了他的手腕。 随后, 他又到酒吧找到了周立辉, 持刀把周立辉挟持进了酒吧后面的小巷子里, 他本想从周立辉口里, 查出杀手的真实身份, 但周立辉知道的也仅仅是杀手的网民, 于是他连周立辉也杀了, 事后, 他拿走了周立辉的手机, 找到了杀手99的账号, 由于杀手99用的是境外的IP, 所以到目前为止, 他还没有查出谁是杀手99, 后来技术员在梅东城的电脑里, 找到了杨阳被杀的视频, 雷队反复的观看视频, 希望从中能找到一点线索, 雷队发现, 原本杨阳的房间里音乐声音很大, 而凶手走进去之后, 首先就关掉了音乐, 如果房间里有音乐的话, 应该对于凶手作案更加安全啊, 那他为什么要关掉音乐呢? 这是雷队详气, 报案人陈大妈在口供里称, 案发当晚他一点声音都没有听见,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? 雷队让人马上调查陈大妈的家庭状况, 而他则带人赶往案发现场, 警员很快查到, 陈大妈早在多年前就已经离婚, 而离婚的原因是, 他的丈夫跟一名作家发生了婚外情, 陈大妈还有一个儿子名叫陈东, 陈东因为父母离婚而变得很消沉, 大学期间因为精神出问题辍学在家, 一直没有工作, 雷队在楼道门口刚好碰到了陈大妈, 雷队提出要去陈大妈家里看看, 此时陈东也正好在家, 雷队刚要询问陈东问题, 技术人员就发来了信息, 原来技术人员发现, 刚刚杀手久久用了国内的IP登录, 而他使用的IP地址就是陈东家的, 雷队立即拘捕了陈东, 随后, 警察在陈东的床板下找到了五万元的现金, 坐在审讯室里, 陈东承认这五万块钱就是周理辉过他杀人的钱, 据陈东交代, 他是在无意间加入了一个TUQ群, 发现了里面有一张照片, 而照片里的人正是住在他家楼上的杨阳, 发照片的人声称要花五万块钱收拾杨阳, 所以他就接下了这个任务, 他趁房东打麻将的时候偷配了他的钥匙, 那天晚上为了不让他母亲听到任何声音, 他在水里下了安眠药, 随后他告诉周理辉他准备动手, 而周理辉也在跟杨阳视频时, 把杨阳给灌醉了, 他穿着鞋套用偷配的钥匙, 打开了杨阳家的房门, 他进屋后先关掉了银员, 然后不小心踩到了一个发夹, 他把发夹揣进了口袋, 然后在房间里找到了杨阳, 寄出又收回的遗书和回纸单, 他看了遗书后, 把遗书放在桌子上, 然后割开杨阳的手腕, 制造了杨阳自杀的假象, 做完案后, 他把作案用的东西, 合送杨阳家带走的物品全都焚烧了, 陈东称他之所以要杀死杨阳, 不仅是因为钱, 还因为他是一个作家, 没想到陈东父亲曾经的出轨行为, 让他的心理对作家产生了极大的仇恨, 而最可怜的就是杨阳, 他在被误诊为癌症后又被谋杀, 实在是让人心痛, 在如今这虚幻的网络世界里, 人们应该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, 且不可清醒网络, 警方在侦破一起连环杀人碎尸案的时候, 却意外发现凶手离心竟死在了一个女人的家里, 警方在现场还发现一个装占人手的黑色垃圾袋, 而女人蹲在沙发旁边吓得瑟瑟发抖, 霍队从现场的情况判断是离心想要杀死眼前的这个女人, 却反被女人给杀了, 等到女人的情绪得以平复后, 霍队对其进行了询问, 女人自称名叫于凯琳是一名空姐, 据她所说, 是离心想要杀死她, 她奋力反抗, 在抓扯的过程中, 离心意外摔倒刺中了自己, 而对于离心刑讯的原因, 于凯琳称是因为她发现离心不仅是一个偷窥狂, 所以离心想杀了她们一口, 霍队向其询问这件事情的始末, 于凯琳回忆起了一个月之前的情节, 据凯琳描述, 一个月前在朋友的介绍下, 她找了一个离工作单位比较近的房子, 那天她准备去看房子, 可不料刚走到楼梯口, 就看到房东正在跟一对情侣吵架, 原来房东要价每月四千的租金, 而这对情侣认为这房子根本不值这个价钱, 因此双方吵了下来, 后来男人让不同一付每月四千块的房租, 但房东却改变主意, 不肯将房子租给这对情侣, 记得两人一顿口吐芬芳后愤怒的离去, 她见到此情形后也打算离开, 不料房东却突然把她叫住了, 她以房租太贵为友, 本想就此算了, 没想到房东在得知她是单身一个人独住后, 近一每月一千五百块钱的低价, 将房子租给了她, 后来她才知道房东名叫韦俊, 她称呼为俊杰, 俊杰有两套挨着的房子, 一套自己住, 一套租出去, 并且她只想把房子租给单身的女孩住, 自从她搬进去之后, 俊杰就对她非常的热情, 并且经常烹饪一些美食送过来给她吃, 她在交谈中获悉, 俊杰是一个美食博主, 会经常在网上教人做一些美食, 然而搬进去没过多久, 她就在俊杰的家里见到了离心, 这个美女是谁啊? 我们去房客啊, 哦, 那进来坐会儿呗, 不好意思打扰你们了, 那我就先回去了, 那次之后她就很久都没有见到过离心, 有一次她的同事孟小雪到家里借宿被俊杰给发现了, 但俊杰奇奇怪怪的, 似乎不喜欢有别的人住到家里了, 到了晚上孟小雪在卫生间洗漱的时候, 经意外发现镜子的另一边, 有一双眼睛正在盯着她看, 吓得孟小雪大叫起来, 她上前仔细查看后确认, 镜子的另一端的确有人, 她气急败坏地立刻冲到俊杰家里, 并查看了卫生间墙上的镜子, 结果发现透过镜子可以轻触看到自己家的卫生间, 她瞬间联想到自己在别人面前一丝不挂的画面, 然而她还同时发现, 被偷窥的不仅是自己, 再次之前还有很多年轻的女孩, 当时俊杰极力地想解释, 但她根本不听, 后来孟小雪劝她赶紧搬走, 但由于临时找房子并不容易, 所以她只好先将就住着, 四日一早, 俊杰又找到她, 非常诚恳地向她道歉, 并称她之所以有头盔的癖好, 是有难言之言, 她见俊杰的态度如此诚恳, 便答应愿意听听她的解释, 原来俊杰是一名乳腺癌患者, 三年前被诊断出患上了乳腺癌, 在医生的建议下, 她做了肿瘤切除手术, 后来俊杰认识了离心, 离心的热情与根房, 让她感受到了从来没有过的快乐, 和自己身体的缺陷, 渐渐满足不了离心的需求, 她害怕离心迟早有一天会离开她, 为了能留住离心, 于是她想到把隔壁的房子租给那些单身的女孩, 然后通过偷窥的方式, 来满足离心对女性身体的渴望, 听了俊杰的这一番话后, 再想到她悲惨的遭遇, 于是她选择了原谅俊杰, 并继续住在那座房子里, 后来俊杰经常做一些, 吃的给她送过来, 那时候她意外在新闻里看到, 有很多女孩被杀害焚尸, 不由得会让她想到这些命案会不会跟俊杰有关, 所以她根本不敢吃俊杰送来的食物, 突然有一天, 她听到隔壁传来俊杰与离心的争吵声, 没过几天, 俊杰声称要出去旅游, 托她照顾好自己的花花草草, 在俊杰走后的一段时间里, 离心去过几次俊杰家, 拿了一些东西后就匆忙离开了, 今天下午她刚回到家里, 就碰到离心拿着一包黑色的东西, 从俊杰家里走出来, 是你发现了镜子的秘密吗? 你想干什么? 你说呢? 她发现离心拿的袋子里, 竟然是一只人的手, 当时离心拿起桌上的水果刀想要杀了她, 却不料意外踩到散落在地上的苹果后摔倒, 而离心手里的水果刀, 竟恰巧插到了自己的身上, 于凯琳认为, 俊杰很有可能已经被离心杀死了, 因为袋子里那只手上的保持戒指, 就是俊杰平时戴的, 警方在维俊家里勘察时发现大量还未被扔掉的尸款, 这些尸款目前正在做DNA检验, 以确定死者的真实身份, 警察同时在维俊的家里, 找到一张路有跑步声的光点, 根据凯琳和楼上楼下邻居的说法, 他们经常在夜里听到维俊家里有跑步的声音, 推测应该是离心和维俊在分尸的时候, 为了掩盖发出的声音, 而用跑步的声音来作为掩饰, 从目前的线索来看, 应该是离心伙同维俊以低价为诱儿, 将房子租给年轻的单身女孩, 以达到她偷窥和杀人的目的, 后来离心与维俊之间, 因情感原因发生矛盾, 离心将维俊杀害后分尸, 而警方在排查离心社会关系的时候, 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, 原来离心和于凯琳早就认识, 于凯琳为什么要向警方隐瞒这一情况呢, 此时于凯琳由于惊吓过度, 被安排住进了一家酒店里, 而她也没有向警方提供她的家庭信息, 她唯一所说的同事孟小雪, 也请假好几天了, 霍队感觉事情不妙立即前往酒店, 却碰巧遇见于凯琳正要外出, 霍队叫住于凯琳, 并向其询问与离心的关系, 于凯琳沉默两久后, 终于向霍队说出了实情, 据凯琳所说, 离心原本是他们公司聘请的李仪老师, 在那时候他们就成为了一对恋人, 但后来她发现离心静跟俊杰走到了一起, 离心向她保证会尽快离开俊杰, 是个女人吗? 啊? 就是个女人, 这种女人心, 我有几个姿色吗? 除此之外, 就是不好的, 你懂什么? 你懂什么? 如果我的事情来了, 你吵不着感谢。 那次之后她就搬去单位住了, 就在前几天, 离心突然通知她可以回家住了, 于是她就搬了回来, 不过一连几天都没有看到俊杰, 她给离心发信息离心也不回, 直到今天她突然在走廊上碰见离心, 离心声称已经解决了围惧, 并且表示是为了她才这么做的, 于凯琳称, 她之所以当初向警方隐瞒跟离心的关系, 是因为不想卷到这起案件中了, 于凯琳的说法看似并没有什么问题, 但霍队总感觉眼前的这个女人非常可疑, 而女警的一句话, 让霍队有了新的思路, 现在犯罪嫌疑人违郡跟离心有可能都死了, 是好是坏也没有人知道, 而且现在失快对比信息也没有出来, 就算叶师兄现在跟我说没有违郡这个人, 这个人就是于凯琳编出来的, 这我也只能相信啊, 她立即带人来到案发现场, 却意外在于凯琳家门缝里发现一封挂号信, 而信上的收件人竟是孟小雪, 警方在此前的调查中发现, 孟小雪已经失踪好几天, 货队突然有了不好的预感, 于是立即返回酒店, 正好截住了打算逃跑的于凯琳, 警察将于凯琳带回了警局, 原来警方调查到, 于凯琳曾经也患过乳线, 对此于凯琳并没有反驳, 然而警方在维郡的尸体上, 并没有找到乳线癌手术后留下的疤痕, 因此货队推测, 维郡这个人其实是于凯琳, 按照自己的原型虚构出来的, 也就是说维郡就是于凯琳, 而离心袋子里的尸款, 其实是孟小雪的, 对此于凯琳也只是笑而不答, 于是货队对整起案件进行了还原, 原来在一年以前, 于凯琳被查出患上了乳线癌并做了肿瘤切除手术, 但渐渐的, 他的男朋友离心对他身体的缺陷, 产生了厌烦之情, 为了能留住男友的心, 他有了一个完美的计划, 他与低价吸引那些年轻单身的女孩入住, 这样就能通过头盔来满足男友的私欲, 和弥补自己的遗憾, 然后再将这些女孩杀死, 来发泄自己的愤怒, 后来他的同事孟小雪, 也住进了那所房子, 谁知道漂亮开朗的孟小雪, 很快就吸引了离心, 并且两人趁他不在的时候发生了性关系, 但后来两人的这种关系, 还是被他发现了, 别误会了, 我就是来建个洗手间的, 于是愤怒的他将孟小雪杀死并分了尸, 后来警方在调查分尸案的时候, 他为了转移警方的视线, 虚构出了一个违郡的角色, 但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, 离心真的对孟小雪产生了感情, 为此还和他大吵了一架, 并提出了分手, 也就是在那时候, 他对离心也动了杀机, 他拿起桌上的水果刀, 一刀刺死了离心, 并伪造了案发现场, 后来在警方的盘问中, 他将所有的罪责都推到了离心的身上, 这就是整起案件的来龙去脉, 听完霍队的推论后, 于凯林大笑了起来, 并且表示认罪, 后来警方在进一步调查中发现, 于凯林和孟小雪在空城学院的时候, 就是非常要好的闺女, 那时候两人就同时爱上了离心, 至于后来是因为自身的缺陷, 还是对孟小雪的嫉妒, 才导致她变成杀人的恶魔, 恐怕就只有于凯林自己才知道了, 如今等待于凯林的僵尸法律的审判, 城郊的护城河里发现一具年轻女人的尸体, 警方到达现场后, 很快打捞起了女尸, 现场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痕迹, 推测是昨晚的一场暴雨, 把尸体从河的上游冲到这里来的, 而接下来的尸检环节, 却让从业多年的法医寒霉, 也直呼死者死得实在是太惨了, 经检验, 死者的脏气严重缺损, 子宫, 卵巢以及膀胱全部缺损, 胰线和小肠大部分缺损, 而从死者盆腔和腹腔的凝血情况来看, 这些器官都是在生前被人活生生的掏出来的, 医学上把疼痛分为十级, 而七级疼痛的分娩已经让人痛不欲生, 难以想象死者生前遭受到了多大的痛恶, 而肺炮的戒表明, 死者是落水后溺亡的, 韩梅在死者的腹腔里发现了水草的草根, 推测应该是内脏被拉出后, 腹腔在回缩的过程中, 把草根吸入了腹腔之中, 韩梅推断, 通过比对不同核断的草根, 就能找到案发的第一现场, 果不其然, 警方很快就在河上游的一片小树林里, 找到了案发的第一现场, 并且找到了部分缺失的内脏, 此时, 死者的身份也被确认, 死者名叫李晶晶, 今年24岁, 是本市话剧团的一名话剧演员, 案发现场找到了死者的手机和钱包等财物, 由此可以排除抢劫杀人的可能, 经事件发现, 死者的身上有不少抓咬过的痕迹, 所以怀疑死者是被人强奸后杀害的, 由于案发当晚下了一夜的暴雨, 所以在现场并没有发现有价值的脚衣, 韩梅认为, 目前可以从死者身上的咬痕查起, 因为每个人的齿痕, 就像指纹一样是独一无二的, 如果发现嫌疑人, 手下要提取他的齿痕进行比对, 随后, 李晶晶的哥哥李智豪接到通知后, 来到了警局认识, 看到妹妹的尸体后, 李智豪悲痛万分, 李智豪一口有地, 是一个名叫七明里的男人, 杀死了他的妹妹, 据李智豪所说, 七明里是话剧团的导演, 曾经和李晶晶谈过一段时间的恋爱, 他曾听李晶晶骂七明里就是一个混蛋, 欺骗了他的感情, 在得到这条线索后, 警察立即找到了七明里了解情况, 警察询问七明里在案发当晚, 也就是27号晚上的去情, 七明里表示, 当晚他在家里看完电视后就睡觉了, 由于他是一个人居住, 所以没有人能够为他证明, 但没过多久, 警察又把七明里传唤到了警局, 因为警察在调取了七明里家小区的监控录像后, 发现他在案发当晚的八点半走出了小区, 一直到晚上十二点才回家, 韩梅立即给七明里做了齿磨, 以便和李晶晶身上的齿音进行抵对, 眼看瞒不住了, 七明里才终于说出了实情, 原来, 七明里一直和剧团的女演员林西亚有暧昧的关系, 案发的当晚, 他就是去林西亚家优惠去了, 这点通过林西亚家小区的监控录像可以证实, 监控显示, 在林西亚的丈夫陆星离开家二十分钟后, 七明里去了林西亚家, 一直呆到十一点半才离开, 而经过弊对, 七明里的齿痕和李晶晶身上的齿痕并不吻合, 看来可以排除七明里杀人的嫌疑, 审队则认为, 有必要对林西亚的丈夫陆星进行调查, 经调查, 陆星是一名心理咨询专家, 擅长给人催眠治疗心理方面的疾病, 韩梅立刻想到, 他曾在勘察李晶晶被杀的现场时看到过陆星, 韩梅立即做心理咨询没有找到了陆星, 并且在陆星的办公室里看到一幅一个女人躺在水里的油画, 而话中的情景让他联想到了李晶晶, 陆星也认出韩梅就是勘察李晶晶被害现场的法医, 经过交谈, 韩梅在陆星这里意外得知李晶晶经常来找他做心理咨询, 而当时他出现在案发现场, 也只是因为他要去郊外骑马路过而已, 韩梅好奇的问起那幅油画获悉, 这是一幅国外非常著名的油画的复制品, 而李晶晶身前在剧中饰演的就是这个仰面漂浮在水中的女人, 据陆星所说, 他为李晶晶做心理治疗已经有两年的时间了, 他知道李晶晶所有的秘密, 本来心理咨询师是应该严格保守病人的秘密的, 但是为了破案, 他愿意向警方说出李晶晶的秘密, 陆星称, 李晶晶和七明李在谈了一段时间的恋爱后, 才发现七明李跟他交往的同时, 还跟多名女性保持着两性的关系, 也因此李晶晶曾多次在话剧团跟七明李大闹过, 而七明李也曾扬言要整死李晶晶,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, 李晶晶出现了严重的心理问题, 在跟七明李分手以后, 李晶晶竟然跟话剧团的剧武秦龙长期保持着性爱关系, 而据陆星所说, 他在给李晶晶做心理治疗的时候, 曾多次看到李晶晶的身上有被咬过留下的齿痕, 那在李晶晶身上留下齿痕的人会不会就是秦龙了? 为了查明真相, 警察立即来到话剧团找到秦龙了解情况, 但一提到李晶晶, 秦龙就痛哭起来, 并声称是他害死了李晶晶, 秦龙被带回了警局, 根据齿痕的比对证实, 在李晶晶身上留下齿痕的人的确就是秦龙, 据秦龙交代, 在案发的档完, 他跟李晶晶在小树林里约会, 他们疯狂地咬着对方的身体来满足对快感的渴望, 但秦龙称, 李晶晶从不让他进入他的身体里, 据秦龙所说, 李晶晶是跳河自杀的, 但当他得知李晶晶的内脏, 是被活生生掏出来的后, 也显得非常惊艳, 而当李晶晶得知警察已经锁定, 秦龙是杀死李晶晶的嫌疑员后, 李晶晶表示不敢相信, 李晶晶称, 他从来没有听李晶晶说起过秦龙这个人, 他认为如果李晶晶是被秦龙杀害的话, 那也一定是受七明里指使的, 随后, 还没再艰难的复原来, 李晶晶内脏组织的碎片后, 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, 原来李晶晶天生就是一个使女, 也就是说她无法进行正常的性生活, 难不成这就是七明里抛弃李晶晶的原因, 而这一点也在陆星这里得到了证实, 陆星称, 李晶晶在接受心理治疗的时候, 曾经也向他说起过此事, 也正因为如此, 七明里无情的抛弃了李晶晶, 而在李晶晶最伤心痛苦的时候, 秦龙出现在了李晶晶的面前, 秦龙对李晶晶充满了爱慕和崇拜, 但李晶晶对秦龙却只有同情, 因为他在剧团里是主角, 而秦龙在剧团里属于最底层的人, 由于两人不能完成正常的性行为, 所以采用激烈的抓咬来释放压抑的性快感, 然而在李晶晶的内心, 天生的缺陷始终让他痛苦不已, 渐渐的, 他厌烦了跟秦龙的这种关系, 当他向秦龙提出分手的时候, 心有不甘的秦龙杀死了李晶晶, 然而这仅仅只是陆星的猜测, 秦龙始终不承认李晶晶是被他杀死的, 警察甚至对秦龙使用了测谎仪, 但数据表明秦龙并没有撒谎, 如果秦龙不是凶手的话, 那到底是谁杀了李晶晶呢? 为了查明真相, 还没再次检查了李晶晶的尸体发现, 李晶晶的脖子上有两处恶痕, 而两处恶痕的大小并不相同, 一处恶痕比较宽大, 精笔队的确是秦龙留下来的, 而另一处恶痕比较纤细, 比较符合女性手部的特征, 再根据她的角度和力量来看, 这处恶痕应该是李晶晶自己的手造成的, 并且李晶晶的手造成的恶痕更深, 同时, 还没在李晶晶右手的指甲缝里, 和右前臂的毛囊里, 都检测出了她的内脏残存物和血迹, 而从下体的撕裂角度和窗口分析, 是李晶晶自己把内脏掏出体外的, 由于自己身体的缺陷, 李晶晶在精神上遭受了极大的创伤, 她痛恨自己是一个使女, 所以她在处于一种精神极度癫狂的状态下, 做出了这种常人看似不可能的事情, 而当时她还活着, 她忍着剧烈的疼痛走到桥上, 然后跳进了河里, 最终溺水死亡, 韩梅对李晶晶死亡做出自杀的结论, 让局长无法接受, 但韩梅称精神病人自残的手段是令人难以想象的, 并且在国内外的一些案例中, 甚至还有更残忍的, 而沈队表示, 在案发的时候, 秦龙出现在了多个入口的监控视频中, 当时秦龙骑着车, 在大雨里转了一个多小时才回到家, 由于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秦龙杀人, 所以警方只得放了秦龙, 而这样的调查结论, 让李晶晶更是无法接受, 但韩梅做出的结论是客观公正的, 而还有一个令他无法想明白的是, 在秦龙离开后的一个多小时里, 究竟发生了什么, 让李晶晶的精神崩溃, 才做出了这样疯狂的举动呢, 而能影响李晶晶精神的人, 或许就只有陆星, 会不会是因为老婆出轨七明里, 所以陆星用催眠的方式控制李晶晶, 让他做出自杀的举动, 来陷害七明里呢, 如今李晶晶疑似, 这可能会成为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, 对此你是怎么看的呢,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, 谢谢您的观看与点赞, 我们下期再见, 大年初一的早上, 警方却接到报案称, 本村的村民张彩霞和他的婆婆李晶梅神秘失踪了, 警方在张彩霞床头的墙地上发现有血迹, 墙皮有被铲锅的痕迹, 此时张彩霞家外面围满了附近的村民, 随后村长刘东国也赶到了现场, 报案人是张彩霞的邻居, 他是早上来给张彩霞家送饺子时, 发现张彩霞和李晶梅失踪的, 经现场勘查, 张彩霞家并没有发现打斗的痕迹, 墙上的血迹正在做DNA检验, 另外在张彩霞的床头和李晶梅衣柜里的墨盒子上, 发现一次嫌疑人的指纹,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, 张彩霞和李晶梅被害的可能性非常大, 为了寻找线索, 警察首先对村长刘东国进行了询问, 刘东国表示, 自从张彩霞的丈夫王宝顺, 在六年前的一起事故中死亡后, 张彩霞就独自照顾着他的婆婆李晶梅, 两人在村里比较安分, 从没有跟人结过仇, 随后村民刘娇娇和王胜利两口子, 主动向警察提供线索称, 自从张彩霞和李晶梅失踪后, 刘三炮的举止就有些怪异, 整天沉默寡言, 像是有什么心事, 除了刘三炮以外, 二麻子也比较可疑, 二麻子整天和尹君子流放混在一起, 很可能也染上了毒瘾, 有一次还在他的店里偷过钱, 两人猜测, 肯定是二麻子偷了张彩霞家的钱被发现, 于是干脆杀了张彩霞和李晶梅, 在得到这条线索后, 警方立即将刘三炮请到了村委会问话, 行队询问刘三炮大年三十晚上的去向, 据刘三炮所说, 三十晚上他跟人打麻将, 一直打到一点多, 由于当晚输了个金光心里憋气, 还跟王胜利打了一架, 后来就直接回家睡觉了, 随后二麻子也被叫了管, 二麻子在村子里经营了一家台球室, 由于经常跟刘放这个隐君子混在一起, 所以他也染上了毒瘾, 二麻子怀疑张彩霞和李月梅的失踪, 就是刘放为报复他们而干的, 因为李月梅曾向公安局举报刘放吸毒, 为此刘放曾被抓去强制戒毒, 而此时女警马涛报告称, 在村子里并没有发现刘放的踪断, 目前看来刘放的嫌疑很大, 接下来刘东国的三弟刘东民, 也来到村委会接受询问, 刘东民称, 三十晚上他在家里跟两个哥哥喝酒, 一直喝到十一点过, 十二点放完鞭炮后他就睡觉了, 在行对的追问下, 刘东民说出了, 他与张彩霞王宝顺三人之间的感情纠葛, 原来刘东民和张彩霞是高中同学, 有人还曾经谈过恋爱, 刘东民和王宝顺合伙在村里开了一家采矿公司, 后来由于乱开采矿时, 刘东民一个人扛下罪责见了监狱, 单约刘东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, 就在他坐牢的时候, 王宝顺竟然跟张彩霞结了婚, 刘东民表示, 李月梅和张彩霞的失踪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, 询问完毕之后, 警方分别提取到了三人留下的指纹, 经检验确认, 张彩霞床头的指纹是刘东民的, 而李月梅衣柜里的指纹是属于刘三炮的, 警方立即将两人带回了警局, 如今警方在张彩霞床头上找到刘东民的指纹, 刘东民只能如实交代了实情, 据刘东民所说, 大年三十那天他在镇上偶然遇到了张彩霞, 由于很久没有见到张彩霞了, 所以他请张彩霞吃了一顿饭, 那时候两人就情妇人, 晚上他喝醉了就直接去了张彩霞家, 正当他想和张彩霞发生关系时, 张彩霞却拼命反抗并大哭了起来, 在那种情况下, 他只得离开了张彩霞家, 而刘三炮在面对警方的审讯时, 依然失口否认他与张彩霞李月梅的失踪有关, 而就在这时候, 村民张彩霞着急忙慌的来到村委会报案, 由于张彩霞是个哑巴说不出话来, 所以他拉着警仰阿东就来到了河边, 阿东惊喜的发现, 河台上就有一个染满鲜血的大士的, 随后刑队也带人赶到了现场, 经勘察, 现场除了带下的石头以外, 还发现一个很大的邪音, 阿东告诉刑队, 张彩霞是专门给人气躁的, 今天他拉河边减额卵是意外发现的现场, 经测量, 鞋一围47码, 估计此人的身高应该在1米9左右, 体重300到400斤, 而整个村子符合这个鞋码和身高的人, 只有刘三炮一人, 但他的体重也没那么重了, 难不成当时他的身上还扛着人, 刑队推测, 刘三炮在案发大碗输光了钱, 于是便想去张彩霞家偷钱, 不料进屋后却惊醒了李月梅, 为防止事情败露, 刘三炮掐死了李月梅, 可是他闹出的动静, 同时也吵醒了张彩霞, 于是刘三炮一不做二不休也将张彩霞杀死, 后来刘三炮清理了案发现场, 想把两人的尸体搬到山里处理掉, 可不料走到河边的时候, 发现张彩霞还活着, 于是他用石头砸死了张彩霞, 这么看来, 刘三炮有重大的作案嫌疑, 而就在这时候, 一个村民在山上砍差的时候, 发现了吸食毒品过量导致昏迷的流氓, 刘东国让村民立即将刘放送往医院, 而此时技术科的检验结果证实, 墙壁上的血液就是张彩霞的, 出现的时候是在大年初一凌晨的两点到三点左右, 警方在石头上检验出了张彩霞的血迹, 和刘三炮的指纹, 现场的嫌疑也被证实就是刘三炮的, 看到这些证据对自己不利后, 刘三炮一下就慌了, 刘三炮交代, 他的确去张彩霞家偷了点钱, 但他确实没有杀人, 据刘三炮回忆, 那天他打完麻将出来, 看到再去往张彩霞家的路上有一个钱包, 他捡起钱包却发现里面的钱并不多, 想到年都还没过完, 自己就把钱输光了, 于是他打算去张彩霞家里搞点钱, 可刚进去没多久李月梅就行了, 他一着急就绑住了李月梅, 然后迅速的离开了现场, 刘三炮称, 他之所以要去偷李月梅的钱, 是因为张彩霞曾告诉他家里缺钱, 只需要五百块钱就可以跟他发生一次性关系, 后来他真就跟张彩霞发生了性关系, 并把钱给了李月梅, 他亲眼看见李月梅把钱放进衣柜的一个墨盒子里, 与此同时, 行队调集了所有警察进山, 搜寻张彩霞和李月梅的尸体, 结果发现了一张部分被烧毁的床单, 并在现场找到几个烟头, 经检验, 烟头算有毒品残留, 唾液并不是属于刘三炮的, 刘三炮声称并没有杀人, 但石头上却有他的指纹, 而现场的烟头又不是他的, 难不成刘三炮还有同伙, 或者是凶手另有其人, 而更令刑队疑惑的是, 为什么张彩霞要跟人发生性关系来赚钱, 他就那么缺钱吗, 为什么李月梅不仅不管, 反而还支持他呢, 张彩霞既然愿意跟刘三炮这样的人发生关系, 那他为什么又会拒绝刘东宁呢, 同时, 搜寻的警察在刘凤吸毒的地方, 又发现了王宝顺的照片, 为了弄清真相, 刑队让马涛去掉去六年前矿场事故的卷宗, 马涛发现, 六年前刘三炮因为怕热, 私自跑到安装有空调的办公室里做炸药, 恰巧办公室里的空调漏水, 漏到了接通雷管的引爆器上, 造成短路引发了爆炸, 这起事故造成五人死伤, 而就在夜里, 竟有人下毒想杀了刘凤, 幸亏刑队及时赶到救了刘凤一命, 但最终凶手还是逃跑了, 马涛将查到的信息向刑队做了汇报, 并称当时采购炸药的人就是刘凤, 而此时检验结果表明, 现场的两个烟头就是刘凤了, 案子越来越复杂, 刘凤刚刚书醒过来, 行队就对其进行了巡礼, 死里逃生的刘凤也不敢再隐瞒, 直接交代要杀他的人是刘东国的二弟刘东强, 据刘凤所说, 六年前的那起爆炸事故并非是一万, 而是刘东强干的, 那天他在办公室里吸毒, 正好被刘东强撞见, 刘东强一抱进来危险, 让他进城采购火药的时候, 买回来几个小时, 当时他并不知道刘东强要干什么, 直到后来出事了他才明白, 这一切都是刘东强动的手脚, 原本他没有证据, 但当他去试探刘东强的时候, 刘东强居然承认了, 后来为了堵住他的嘴, 刘东强给了他不少钱, 刘方表示, 张才霞和李月梅的失踪, 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, 行的询问刘方这件事, 有没有告诉过别人, 刘方称, 在王胜利结婚的那天, 他喝醉酒后将此事告诉给老二娃子, 还有一次他去找刘东强要钱, 可刘东强不肯给, 于是他又将这件事说了一遍, 其中有些是还是他猜测的, 但不知道当时有没有被别人听到, 至于现场找到他抽盛下的烟头和王宝顺的照片, 刘方称他根本就没有杀人, 大年三十那天, 他从张彩霞家门前怒过, 无料被李月梅泼了一身水, 当时他非常气愤, 于是晚上就去张彩霞家下李月梅, 还有一次张彩霞勾引他, 无料又被李月梅坏了他的好事, 所以他恨李月梅, 但他确实没有杀人, 行的命人保护好刘方, 同时又对整起案件进行梳理后, 推测了案发的全部过程, 行对推测, 李月梅因无意间听到, 刘方和二娃子的对话, 知道了爆炸的真相, 刘东明因王宝顺和张彩霞结婚, 而对王宝顺怀恨在心, 于是他之时他的二哥刘东强, 在空调上做了手脚, 伪造成意外事故, 而李月梅和张彩霞在得知真相后, 就开始了他们今夕设计的复仇计划, 张彩霞首先勾引刘三炮, 并故意让刘三炮发现李月梅放钱的盒子, 大年三十的白天, 张彩霞故意制造跟刘东明的偶遇, 并让刘东明产生旧情复燃的错觉, 当天晚上刘东明醉酒后去往张彩霞家留下了指纹, 同样是大年三十白天, 李月梅故意用水泼刘方, 其目的就是想让刘方晚上来家里捣乱刘下指纹, 到了晚上, 两人故意在刘三炮回家的路上, 放上事先准备的钱包, 又在门口放了一块石头, 不料仙道的刘方装作王宝顺的样子, 响应了李月梅, 随后刘三炮来到李月梅家偷钱, 便在石头上留下了指纹, 刘三炮进屋后, 恰巧碰到李月梅刚好苏醒过来, 于是刘三炮将李月梅绑了起来, 偷走了他盒子里的钱, 事后张彩霞解救了李月梅, 于是开始了下一步的计划, 张彩霞将自己的手割破, 故意在床头和被子上留下血迹, 然后将墙上的大部分血迹处理掉, 同时他又在刘三炮留指纹的石头上染满血迹, 然后将石头扔在河滩上, 随后将早就准备好的鞋子在河边制造了鞋印, 最后两人在山里把带写的床单烧掉, 并在旁边留下了刘凤抽剩下的烟头, 就这样, 张彩霞和李月梅将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李东明, 刘三炮和刘凤三炮, 只要他们不出现, 那这三个人就是凶手, 目前又赶快抓到刘东强, 找到张彩霞和李月梅, 而就在这时候, 警方在一处悬崖下发现了刘东强的尸体, 初步判断刘东强是由于驾驶摩托车躲避物体极端坠入了悬崖, 随后行队把刘东强的死讯告知了刘东明, 刘东明听到这个消息后悲痛不已, 可奇怪的是, 刘东国在得知这个消息后, 竟没有一点悲痛的表情, 并声称他昨天才知道, 这一切都是刘东强想为刘东明报仇而干的, 但警方在现场找到了刘东强的手机, 手机上有刘东国发来的语音信息, 此时刘东国终于交代, 是他指使刘东强去杀刘凤了, 而六年前的爆炸事故也是由他一手策划的, 他之所以会这么做, 一是想为弟弟刘东明出口恶气, 二是那时候王宝顺正在跟他竞争村长的位子, 刘东国将所有的罪行如是供说了出来, 而就在这时候刘凤出现了意外的情况, 据医生所说, 他在给刘凤检查身体的时候, 发现刘凤染上了艾滋病, 并且出现了连续的高烧, 刑队在对刘凤的询问中得知, 刘凤早在跟张彩霞发生性关系之前, 就知道自己感染了艾滋病, 后来他将此事告诉了张彩霞, 此时刑队突然一下就全都想明白, 张彩霞是在用自己的疾病, 向刘东强和刘三炮复仇, 因为知道爆炸事故与刘东明无关, 所以张彩霞当时拒绝跟刘东明发生关系, 所以警方之前找到的证据并非是张彩霞和李月梅所为, 在整起案件背后, 还有一个人藏在阴暗的角落, 而就是这个人将张彩霞和李月梅杀死, 并把尸体藏了下来, 那这个人究竟是谁呢? 刑队猜测这个人肯定跟当年的爆炸案有关, 于是立即对几名幸存者进行调查后发现, 几名伤者除了张瘸子以外, 其他人都离开了这个村子, 看来张瘸子有重大的作案嫌疑, 刑队立即带人赶往张瘸子家, 却发现张瘸子早已不知所踪, 而从现场的情况来看, 张瘸子就是那个藏在阴暗角落里的凶手, 如今案件已经明了, 当时张瘸子偶然间偷听到了, 刑队跟刘东强的对话指导了真相, 而他就是在那次爆炸事故中绝对, 为了给自己报仇, 于是他精心策划并实施了所有的事, 而整个过程正如刑队之前所推测的那样, 那张瘸子把张瘸子和李月梅的尸体藏在了哪里呢? 此时刑队突然想到张瘸子是一个气躁高手, 难不成他把尸体气在了张瘸子家的灶台底下? 刑队用尽力气挖了半天, 却并没有发现张瘸子和李月梅的尸体, 此时墙地里突然传来了异常的声音, 刑队砸烂墙地竟发现了李月梅和张彩霞婆媳二人就在其中, 庆幸的是张彩霞还有微弱的呼吸, 与此同时警方在山上发现了张瘸子的踪影, 经过一番追捕后张瘸子逃到了无路可走的悬崖病, 他自知难逃死罪, 最终选择了跳崖自杀, 而张彩霞被送到医院后身体很快得到了恢复, 经医生检查张瘸子并没有感染艾滋病, 张瘸子为了防止被警犬嗅到气味, 在张彩霞和李月梅的身上涂满了石灰, 那张瘸子为什么要杀张彩霞和李月梅呢? 张彩霞仔细回忆一番后推测, 可能是当时爆炸发生以后, 他没有将被困住的张瘸子救出来, 导致他落下终身残疾, 所以张瘸子对他怀恨在心才想杀了他, 如今案件终于水落石出, 希望获得重生机会的张彩霞以后能过得幸福。 这是一家雕塑制品厂, 吊车司机正在吊端已经打包好的雕塑成品, 可就在这时, 绳子突然断裂, 火箱从空中掉了下来, 重重地砸在了地上, 箱子里面的雕塑摔得粉碎, 工人们上前一看, 雕塑里面竟然藏着一具人的尸体, 雕塑很快被运到了刑警队, 法医李景兰称, 如果雕塑没被摔碎的话, 这是他见过的最完美的尸体, 死者的姿态是在无头, 这太不可思议了, 李景兰发现, 死者是在内脏被掏空后, 涂上了树枝漆和松香, 这时局长走了进来, 李景兰称, 死者的死亡时间大约是五个月前, 尸体表面粘着树枝漆和玻璃缸, 这样能延缓尸体腐烂的速度, 还用电具把雕塑切割开来, 局长说, 这起凶杀案在网上引起了很大的轰动, 他要求陈队长尽快破案, 小光告诉李景兰, 从血管的残留物上, 检验出了杜冷丁的成分, 而且伎俩非常大, 这是导致死者死亡的原因, 而要把五个月前失踪的人口, 跟死者的DNA做比对, 小光的工作量非常大, 李景兰让小光先和他去一下案发现场, 他们来到了存放雕塑的库房, 管理员老赵称, 这间库房平时没什么人来, 在存放雕塑之前, 这里一直都是空中, 他带着警察忙离走, 李景兰闻到了很浓的臭味, 他顺着气味在墙角找到了一只死猫, 这车位就是从死猫的身上散发出来的, 陈队长来到车间向工人了解情况, 从工人那里了解到, 这也名叫踏戈的作品, 织模是由一名叫李响的老师制作的, 玻璃钢托是另一名工人制作的, 脱模完后再复尾, 尸体根本就藏不进去, 工人还提到, 除非人钢子就被放了进去, 不然人一僵硬, 就不可能被做成跳舞的姿态, 模型的材料是硅像胶, 本来是打算要用石膏的, 但李响老师非要用硅像胶, 这硅像胶的价格可比石膏贵多了, 为此老板还跟李响争论过, 造价高了这么多, 基本上就没什么钱可赚了, 老板还称, 李响真是为了艺术就什么都不管不顾, 但是他的手艺确实是不错, 陈队长查看着一个汽车轮胎的雕塑, 老板称, 这是李响的作品, 前几天已经涂装完了, 以后准备放在汽车展会上展览, 陈队长还了解到, 在这工作间干活的工人都有这里的钥匙, 随后, 陈队长来到了李响家, 一个坐着轮椅的姑娘, 领着他们找到了李响, 李响称, 他哥这个作品是在去年的12月中学完成的, 他把雕塑放进了库房里, 大概已经有五个月了, 除了他之外, 还有几个工人帮着一起做, 前前后后大概有六七个人经过手, 李响有些咳嗽, 像是生病似的, 陈队长问他, 作品完成后, 有没有可能再打开重新安装, 李响称, 行倒是行, 但是好的雕塑家都是一次完成不再改动的, 当被问起如果作品被拆捕, 他是否能看出来时, 李响称, 如果是在不改变造型的前提下, 十天之内的改动, 他可以从接风看出来, 但他哥这件作品都五个多元, 他实在看不出来是否被人动过, 他也想不出到底是什么人, 会把尸体藏在他的作品里, 就在这时, 陈队长接到了小光的电话, 说运气非常好, 才比对了几分DNA就找到了死者, 死者名叫顾雪梅, 是雪泽美容院的老板, 他的联系人叫王志华, 是死者的丈夫, 这王志华还是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老板, 随后, 陈队长联系到了王志华, 让他来一趟刑警队, 王志华还带来了顾雪梅生前的照片, 他称, 案发时他在大林有个徒弟下落, 去年下半年就经常去大林, 他跟顾雪梅最后打了一个电话, 是去年圣诞节前的最后一个周末, 后来就再也联系不上他, 打手机和坐机都没有人接听, 他以为是自己的那句话, 让顾雪梅生起来, 就没有多想, 他在平安夜回到家之后, 就再也没有见到过顾雪梅, 这才报了失踪案, 陈队长问他, 在这之前顾雪梅有没有反常的地方, 王志华称, 他们俩人的夫妻关系挺好, 平时各自都忙于生意, 相处在一起的机会也不多, 王志华想起, 去年的十二月, 顾雪梅曾说过好像是有人跟踪过他, 后来他的店里还接到过几次骚扰电话, 一接听就没声音, 后来就没再听他说起过这事, 李景兰找到小光, 问起那只死猫的事, 小光检验发现, 那只死猫是被塑料包装省离死的, 死了大概有三个月了, 猫被勒死让李景兰感到很疑惑, 他猜测, 这只死猫有可能是凶手勒死的, 他是怕雕塑被放在仓库, 天气转暖后, 尸体开始散发腐烂的味道, 所以凶手用这只死猫来做演示, 李景兰在雕塑的玻璃缸底座下, 发现了一根黑色的头发, 但顾雪梅的头发是酒红色的, 他怀疑这根头发有可能就是凶手留下来的, 所以让小光检验一下, 警员查询了所有的车站和航班纪录, 证明王志华没有作案的时间, 他还查到, 王志华的个人财产至少有上千万, 顾雪梅是他的第二任妻子, 他的前妻在十年前死于难产, 这时, 小光送来了最新的检验报告, 找到的那根头发并不是属于死者的, 而是属于另一个男人的, 头发内检测出乎六零严重超标, 陈队长猜测, 这个男人应该是常年接触放射性物质, 随后, 王志华主动邀请警察到他的别墅里, 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, 他称, 顾雪梅就是在这里, 和他进行了最后一次通话, 从那以后, 这里的东西, 他倒没有动过, 李景兰在顾雪梅淋域间的垫漏里, 找到一些物质, 王志华称, 顾雪梅还有一些个人物品, 都堆放在了地下室, 来到地下室, 李景兰在一个纸箱里, 发现了一件和命案雕塑相似的小百件, 百件下面还刻的拼音字母, 应该就是李响两个字, 陈队长在医生这了解到, 李响患有骨癌, 现在已经到了晚期, 两年来他一直在做化疗, 配合着也在做放疗, 最后的一次放疗, 是在两个月之前, 住院的时候, 有一个残疾的女孩一直在照顾着他, 听说是他在一次车祸里救出来的, 陈队长了解到, 李响的癌细胞已经在全身扩散转移, 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, 而此时, 李响已经被病魔折磨得不像人样了, 小雪劝说他实在受不了就打一针肚冷血, 可李响称, 他还受得了, 吃两颗止痛片就好, 小雪只好答应了, 就在这时, 警察找上了门, 警员拿出那个小百件, 李响一眼就认出, 这是15年前顾雪梅获得舞蹈比赛的二等奖, 他亲手为顾雪梅做的, 那时, 顾雪梅是舞蹈学院的学生, 而李响成为了他的美术老师, 后来他离开了顾雪梅, 和朋友开办了一家创作公司, 从此就断了联系, 陈队长问李响, 雕像里的尸体就是顾雪梅, 难道不觉得这是太巧了吗? 李响称, 顾雪梅的这个舞姿实在是太经典了, 在15年前, 这个姿势的海豹, 华里还有小工一品到处都是, 他用这个姿势来终结他的生意, 那他一定是个天才的杀手, 景言称, 他哥这件作品里发现李响的头发其实也正常, 因为那件作品就是他创作的, 再说李响还是个癌症晚期病人, 身体非常虚弱, 哪还有力气杀人呢? 但陈队长认为, 如果一个人提前收到了死亡通知书, 那他应该在最短最有限的时间里, 做自己最想做的事情, 可李响杀人的动机是什么? 现在还搞不清楚, 这时陈队长又接到了电话, 说工人反映雕塑的车间里又有车尾, 陈队长立即赶到了雕塑场, 李景兰在理想的轮胎雕塑作品下面, 发现有蛆虫, 现场尸臭位很大, 陈队长准备用电锯切开轮胎雕塑, 李景兰把之前在顾雪梅家发现的物质胶为小光幻液, 上面有附着物和毛环, 而轮胎雕塑里的尸体, 通过DNA检验, 就是浮运来脚膊失踪的经理王有独, 发现了杜冷丁的成分, 跟杀害顾雪梅的手法是一样的, 陈队长查到, 七年前, 王有福开车撞死过一对夫妇, 车祸中有一个孩子幸存, 但下身瘫痪了, 这个孩子就是现在住在李响家里的小雪, 小光检验发现, 在顾雪梅家中发现的毛发里, 同样还有古六龄的成分, 证据已经充足, 局长下令马上抓人, 而此时, 李响拿着一只杜冷丁, 正在跟小雪做最后的道逼, 他称, 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心愿, 但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小雪, 他告诉小雪, 他已经把撞死他父母, 害得他变成残疾的人做成了轮胎, 算是为小雪和他的父母报了仇, 他已给自己一辈子唯一的恋情做了个了结, 理想称, 从18岁开始, 他们整整相爱了8年, 已经准备结婚了, 但顾雪梅却突然和一个房地产公司的老板好上去, 他整个人都快疯了, 没想到, 多年后竟然又遇到了他, 他还是那么美, 但就是他毁了自己一生的爱情和幸福, 这让他生不如死, 小雪这才意识到, 理想忍受着身体的病毒, 而不用度冷定, 就是为了攒起来杀人了, 此时, 警察已经到了门外, 理想跟小雪做了最后的告别, 把针筒插到了自己身上, 警方接到报案称, 一个女孩被杀死在了家里, 刑警雷鸣和王川立即赶到了案发现场, 据警员介绍, 报案人是死者家的保洁员, 保洁员每周的一三五都会到这里来打扫卫生, 死者为了方便, 就给他配了一把钥匙, 死者名叫齐鸿, 28岁, 是一名准新娘, 明天就要结婚了, 他的准新郎凌峰非常悲痛, 死者死在床上, 身中束刀, 死前被强奸过, 死亡的时间大概是在凌晨的两点左右, 现场没有被翻动的痕迹, 不像是入室抢劫或者是盗窃, 死者手里一直紧紧地攥着一颗钮扣, 王川认为, 这很可能是死者在挣扎中, 从凶手的身上拽下来的, 王川来到死者所在的公司调查情况, 刚出电梯, 他就发现了有一双眼睛在盯着他, 一个蓝色的身影冲冲离去, 他追了上去, 那个人却走进了女厕所, 王川守在厕所外面, 一个女人走了出来, 经询问后得知, 她叫小美, 是齐红的同事, 而那个身穿蓝色衣服的女人, 是这里的保洁员, 名叫吴玉珍, 据小美所说, 昨天是齐红28岁的生日, 凌峰给她开了一个生日舞会, 大家一直狂欢到午夜, 凌峰由于要加班提前走了, 她怕齐红一个人回家不安全, 就和男朋友一起把齐红送回了家, 与此同时, 雷鸣也来到了凌峰家里了解情况, 据老母亲所说, 齐红的死给凌峰造成了很大的打击, 她的精神状态已经不太正常, 所以雷鸣也没有问出什么有价值的线索, 凌峰的同事证明, 她当晚加班一直到天亮, 所以排除了她作案的嫌疑, 王川感觉, 这个吴玉珍很奇怪, 她为什么要盯着自己呢? 龙鸣通过检验发现, 死者手里的那颗钮扣上面有一层白色的颗粒, 经检验是花钢是粉尘, 这说明凶手一定是长期生活在一种特定的环境中, 绑住死者的绸带是纯白色, 质地很好, 应该是苏航一代的产品, 死者体内发现有残留的精液, 经检验血型是AB型, 尸检结果显示, 死者身上虽然有多处刀伤, 但都不是致命伤, 死者真正的死因, 是被人用枕头蒙住头部窒息死亡的, 现场找到一个脚印, 但门把手等容易留下指纹的地方, 都被凶手精心擦拭过, 龙龄认为, 凶手很可能是一个作案的老手, 那这会不会是一起连环杀人案? 雷鸣想起, 在隔壁的宁阳市就发生过一起类似的案件, 一个女白领也被人强奸后杀害, 至今也没有抓到凶手, 那这两起案件有没有联系呢? 警方开案情分析会, 雷鸣查到, 在十年间有多起类似的案件分别发生在上海, 无锡, 苏州和杭州, 死者全都是年轻女性, 被同样质地的白色丝巾绑住双手, 受害者都被凶手强奸, 现场遗留下的精液和毛发血型, 都是为B刑, 这和齐鸣的被害案惊人的想象, 凶手至今也没有被抓获, 雷鸣认为, 这是一起连环杀人案, 凶手现在来到了本市作案, 周队认为, 可以并暗侦查, 这次也是缉拿真凶的一次机会, 雷鸣应约和老同学金美丽一起吃饭, 金美丽的老公龙鸣也一同前来, 金美丽是一位小有名气的演员, 而龙鸣是一位画家, 两人刚结婚, 新婚艳儿, 甜蜜的不得了, 与此同时, 王川也找到了吴玉珍的地址, 她在邻居大爷那打听到, 吴玉珍三年前就被汽车给撞死了, 看来这个吴玉珍是冒名顶替的, 随后王川找来了小美, 据小美所说, 今天上午吴玉珍突然消失了, 警察根据她的描述, 画出了这个假吴玉珍的模拟画像, 对比前面的案例, 王川认为, 齐鸿的被害肯定是经过凶手精心策划的, 雷鸣和曼游去了几个财食厂, 都没有找到花钢时的线索, 农民发现, 宁阳的那桩凶杀案里, 遗漏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人者, 王川立即赶到了宁阳, 寻找这个叫王二亚的证人, 邻居大妈称, 昨天晚上闹鬼, 把王二亚吓得不轻, 已经住进了医院, 王川赶到医院, 他在病房见到了王二亚, 王二亚一直盯着墙上的一幅兰花图, 他已经被吓得精神失常, 王川还查到, 宁阳案受害者的父母是搞园医的, 所以他从小就喜欢种植一些花草, 尤其是兰花, 在案发现的三个月, 被害人雇佣了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太太, 替他管理花园里的花草, 老太太自称名叫刘金平, 而实际上, 真正的刘金平已经在几年前病死了, 他把贾吴玉珍的模拟画像拿给邻居辨认, 结果证实, 这个刘金平和贾吴玉珍就是同一个人, 但现在老太太失踪了, 线索全断了, 金美丽邀请雷铭去参加丈夫龙吟的画展, 据金美丽介绍, 画展是一个叫牛三宝的男人赞助的, 龙吟把他的弟弟龙小介绍给了雷铭认识, 据龙吟介绍, 他的父母很早就过世了, 所以他们兄弟俩是由叔叔龙宝生养大的, 麦欧查道, 捆绑死者的白丝绸带是苏州的一家工厂生产的, 但这款产品销量很大, 无法查证是哪里售出的, 这条线索也就断了, 晚上, 雷铭接到电话称龙吟被杀了, 雷铭立即赶到了现场, 死者背部有两处致命的刀伤, 是直接刺中心脏的, 但现场并没有找到作案的凶器, 案发时间是凌晨的一点半左右, 有两个蒙面人悄悄潜入龙家, 准备掏走客厅里的山影插屏, 龙吟发现后去追, 蒙面人就刺死了龙吟, 邻居牛三宝听到动静后, 也出来大喊捉贼, 结果也被刺伤了, 由于建美丽今天晚上在剧院排练, 所以没有回家, 雷铭询问了龙宝生有关山影插屏的情况, 据龙宝生所说, 山影插屏是龙家祖传的, 这个物件是他们的祖先自己用石头雕刻而成的, 所以并没有文物价值, 龙孝称, 叔叔的老家有一本龙家祖谱, 上面有关于山影插屏的记载和解放前编写的限制, 同时雷铭还了解到龙孝就开了一个石料加工厂, 帮人做物件的模具, 这让他联想到了凶手扣子上的石粉, 第二天, 雷铭再次来到龙家找龙宝生, 墙上挂的几副侍女图, 引起了雷铭的注意, 龙宝生称这是他自己画的, 其中的一副就是照着静美丽画的, 他把族婆和限制交给了雷铭, 随后雷铭来到剧团, 找到了剧团的领导范老师, 据范老师所说, 龙铭的死给静美丽造成了很大的打击, 他暂停了进气的排列, 临走时他还向雷铭问起了龙铭的死因, 雷铭以案件需要保密唯有拒绝透露, 随后他来到了静美丽的家门口, 看到一个男人正从里面出来, 据静美丽所说, 那个男人名叫戴强, 是他的前男友, 现在在北京的一家电脑公司工作, 戴强刚下飞机就去剧院找他, 听范老师说龙铭出事后, 戴强就赶了过来, 戴强还问他那两个贼有没有偷到什么值钱的东西, 静美丽的话引起了雷铭的怀疑, 他立刻传话了戴强, 雷铭并没有把案情透露给范老师, 那戴强是怎么知道, 是有两个贼要偷山影插屏呢? 戴强便不下去了, 他交代是牛三宝让他去偷山影插屏的, 牛三宝成了事成之后给他一万块钱, 龙铭通过做出的凶案现场模拟图发现, 很厚的非致命位置, 而从伤口来分析, 胸膝刺入身体时都是刀背朝外, 刀刃朝里, 只有自己拿刀刺向自己, 才有可能留下这种伤口, 而龙铭的两处致命伤都是在背上, 刀法非常准, 直接刺入了心脏, 龙铭分析他在后面追贼, 而贼不可能从他的后面把刀刺入他的背部, 所以只有牛三宝才有这样的作案条件, 是牛三宝在龙铭毫无防备的情况下, 用刀从后面刺死了龙铭, 牛三宝和龙铭家很熟悉, 他本可以悄无声息的拿走山影插瓶, 但他为什么还要花一万块钱过人去偷呢, 据戴强的口供所说, 是牛三宝告诉他, 周四的时候龙家没有人, 但其实周四龙铭就在家, 龙铭认为, 牛三宝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杀死龙铭, 而山影插瓶就是一个幌子, 警方立即传话了牛三宝, 牛三宝很快就承认了他杀死龙铭的事实, 据牛三宝所说, 他非常喜欢见美丽, 他还曾听到见美丽和龙铭吵架, 见美丽在很多公开场合说过他比龙铭强, 所以他认为见美丽是喜欢他的, 牛三宝还交代, 他曾经在信箱里收到过一张见美丽亲自打印的字条, 上面写着清楚障碍, 幸福自来, 他认为这是见美丽给他杀死龙铭的暗示, 见美丽还曾经催促他赶紧办, 所以他策划了这期盗窃杀人案, 牛三宝交代, 之所以要投山影插瓶, 是因为古董市场上有人要出五十万收购这个东西, 牛三宝称, 这个人大概有五十多岁, 曾经给他留过一个电话号码, 但他现在想不起来了, 雷铭看了雷语中的台词, 原来牛三宝所说的近美丽与龙铭吵架, 只是近美丽在背诵台词而已, 漫游也从近美丽那里了解到, 他确实是给牛三宝留过一张纸条, 原因是警察召牛三宝, 让他去派出所给他店里招的员工办理赞助者, 牛三宝当时不在, 他就把纸条放在了牛三宝的信箱里, 麦欧跟派出所核实的去有此事, 他认为是有人从信箱里拿走了近美丽手写的纸条, 放进去了这张用电脑打印的纸条, 龙铭查验了这张纸条, 纸张很粗糙, 上面还有茶字, 雷铭再次提审戴强, 据戴强所说, 是一个大约五十多岁的老太太, 主动找到他, 说他有两个侄子想挣点钱, 什么事都可以干, 戴强还交代, 是他用电脑打印了一张纸条, 换走了近美丽手写的纸条, 原来戴强一直对近美丽不死心, 他的目的就是借牛三宝的手来除掉龙铭, 随后, 雷铭接到了一个匿名电话, 电话中一个男人要雷铭, 别再追查龙铭的案子, 否则他将会有生命威胁, 龙铭查的电话是从医院打来的, 雷铭马上想到了, 正在医院治疗的牛三宝, 他赶紧带人赶到了医院, 牛三宝已经遇害, 而凶手却趁着火警逃离了医院, 牛三宝的死上线索全都断了, 雷铭推测, 凶手之所以要杀死牛三宝, 是因为牛三宝知道凶手的电话号码, 而贾无欲真很可能只是凶手的帮凶而已, 那凶手杀这么多人有什么目的呢? 雷铭认为, 这下案子很可能还是跟山影差评有关系, 他翻看了龙铭声给他的限制发现, 限制上关于山影差评的记载都没有了, 很有可能是年代久远掉了, 山影差评的线索似乎也断了, 龙铭检查了那本限制却发现, 中间掉了的那几页是被人撕掉的, 从断口出检验分析, 被撕掉的时间就在前不久, 能接触到这本限制的只有龙家的几个人, 他们为什么要把它撕掉了? 难道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? 警方在河里打捞出一堆衣物, 经辨人, 这些衣服就是那个贾无欲真所穿的。 就在这时, 警方接到电话说龙啸被人杀死了, 雷铭带人立即赶到了现场, 从现场来看龙啸像是畏罪自杀的, 现场有一封遗书, 遗书的纸张跟龙啸打印机里的纸张完全一致, 而且他的电脑里还有一份遗书的原稿, 龙啸在遗书里承认这一切都是他干的, 龙啸是开枪自杀的, 枪上只找到了他的指纹, 现场也只有他自己的脚印, 在河里打捞的衣服头套, 都和龙啸的身材相吻合, 鞋子经家属辨认也是龙啸了, 齐鸿暗现场的脚印也是这双鞋留下来的, 龙啸的血型是AB型, 他头发中附着的白色粉末, 也和齐鸿暗中扭扣上的粉末一致, 这些证据都表明龙啸就是凶手, 就在大家都认为可以接案了的时候, 雷铭却又发现了新的线索, 他不小心把水打翻在了县纸上, 县纸上因此而出现了一些隐藏的秘密, 他让龙铭立刻查一下那六个被害的女孩的农历生日, 经查询发现, 六个被害女孩的农历生日都是10月15, 那还有第七个女孩即将成为凶手的目标, 雷铭好像已经知道了谁是凶手, 就在夜里, 一个黑影悄悄推开门走了进来, 一双大手像在沙发上熟睡的靳美丽身举, 这时屋里的灯突然亮了, 原来这个人就是龙宝生, 而雷铭早已经等候在这里, 龙宝生故作镇定, 谎称是过来看靳美丽的, 雷铭却拆穿了他的阴谋, 原来据县之上记载, 只要在11月15的夜晚, 用七个农历10月15出生的女人的戏撒向山影插屏, 就可以知道龙家200年前埋葬宝藏的秘密, 这个秘密就记录在被撕掉的那两页限制上, 而撕掉那两页的人就是龙宝生, 龙宝生却把所有的罪行推到了龙孝的身上, 据雷铭所说, 龙宝生就是杀死龙铭, 龙孝和那六个女孩的凶手, 而他的帮凶就是他家的保姆兼情妇余嫂, 余嫂就是甲无欲真, 是他穿着龙孝的衣服和鞋子去作案, 然后再嫁祸给龙孝, 龙宝生要杀金美丽的原因, 也是因为金美丽的生日是农历的10月15, 他是龙宝生的最后一个祭品, 营阳案后, 齐铭成为了他的下一个目标, 他任余嫂混进外贸公司, 当清洁工接近齐铭, 观察好后, 他决定在齐铭生日会的时候动手, 龙宝生在建美丽那听说警方在查齐鸿案, 于是他就开始消灭所有证据, 他跟于嫂去了宁阳, 把最后一个证人下风了, 而那欺负侍女徒更能证明金美丽就是他的第七个目标, 因为第七个侍女就是按金美丽的项目画的, 要杀死齐鸿就得先除掉爱妻如命的龙吟, 他从龙孝纳得知, 牛三宝一直对近美丽心怀不轨, 于是他就想借牛三宝的手除掉龙吟, 他化妆后去找牛三宝, 说要用五十万收购山影差评, 牛三宝在爱情和金钱的双重诱惑下动了杀心, 他找到了戴强, 跟戴强说了偷山影差评的计划, 戴强对近美丽一直不死心, 就冒充近美丽的口气, 给牛三宝打了那张纸条, 这样更坚定了牛三宝杀死龙吟的决心, 雷鸣曾发现龙宝生家里的印章都是他亲手刻的, 而这些食材就是来自于龙孝的采石厂, 经检验齐鸿手里那颗牛扣扇的石粉, 跟这些食材完全一致, 后来他到龙孝的办公室杀死了龙孝, 并伪造了现场, 让警方误认为龙孝是畏罪自杀, 但令他没想到的是, 警方在现场找到了他的一根头发, 警方和在他家里找到的头发比对证明, 这根头发就是龙宝生的, 龙宝生却死不承认他是凶手, 最后雷鸣拿出了那六个女孩的血, 这也是在龙宝生家里找到的, 此时龙宝生破防了, 他惋惜的是马上就要得知宝藏的秘密, 却被雷鸣给破坏了, 就差这一步了, 但雷鸣告诉他, 他祖先编造宝藏的秘密根本就是假的, 那次他不小心把水洒在了县纸上, 上面出现了一句话, 这句话说的是宝藏根本就是子虚无有, 龙宝生得知这一切后大笑起来, 他为了一个谎话而杀死了这么多人, 如今真是罪有应得, 警方接到报案称, 在某小区发生了一些恶性的杀人案, 一名男子被人杀死在家中, 尸体已经开始腐烂, 散发出阵阵的恶臭气味, 刑警队诸葛队长带人赶到了案发现场, 这是一栋豪华的别墅, 法医和技术员对现场进行了勘查, 死者腹窝在床上, 盖在死者身上的被子被血染的通红, 床头边有一个打开的保险箱, 地板上还有一根撬棍, 技术员经检验后发现, 保险柜是被人用撬棍撬开的, 现场发现了几枚残缺的指纹, 法医初步的检验结论是, 死者是被人用铁锤之类的钝气击打后脑致死的, 死亡时间大概是一周左右, 房子的门窗完好无损, 没有攀爬和撬动过的痕迹, 这就说明凶手是从大门进入的, 随后陈队也赶到了现场, 诸葛队长向他汇报了目前掌握的情况, 据诸葛队长所说, 死者名叫周清伟, 是海滨阀门厂的老总, 报案人是他的邻居李大妈, 据派出所的民警介绍, 这套房子是周清伟租住的, 时间大概有一年多了, 听取完汇报后, 陈队安排任务, 一队人到周清伟的公司, 了解他失踪前的情况, 一队人去周清伟家里, 了解他的家庭情况以及社会情况, 而他和警员就找到了报案人李大妈, 据李大妈所说, 他是在经过死者家门口时, 闻到了很大的臭味, 于是向误管反映了情况, 误管安排了两名保安来查看, 就发现了死者, 于是他就报了案, 李大妈称, 死者经常带一些女人回家过夜, 有时房子里还有打牌的生意, 同时, 诸葛队长带人来到了死者的老婆大美家里, 据大美所说, 他和周清伟已经分居五年了, 周清伟上次回家还是在一个月之前, 周清伟有一个父亲和一个弟弟, 弟弟名叫周永胜, 周永胜喜欢赌博, 经常跟社会上一些赌徒混在一起, 大美表示, 除此之外, 他对周清伟的事情一无所知, 随后, 警察又来到了周清伟的父亲家里, 周清伟的父亲表示, 儿子平时很少回家, 对他的是不太清楚, 当警察问起他的二儿子周永胜时, 老夫亲称, 他也不知道周永胜去了哪里, 电话一直处于关机状态, 当被问起两个儿子之间的兄弟关系时, 老父亲直叹气, 原来周永胜一直好赌, 输了不少钱, 周清伟帮他还了不少赌占, 随后, 警察又来到了周永胜家, 对其妻子方连梅进行了询问, 据方连梅所说, 周永胜前天中午回来收拾了一些衣服, 说是要去东港看店面, 打算做生意, 自从那天走后, 就再也没有回过家, 手机也一直关机, 当方连梅得知周清伟被杀害的消息后, 他猜测, 很有可能是周永胜的牌友红鼻子和庇护干的, 但遗憾的是, 他并不知道这两人的真实性命, 与此同时, 另一队警员在周清伟的公司了解到, 在20号中午的时候, 周清伟还到过公司, 除此之外, 并没有发现其他有价值的线索, 在各队人员收集完线索后, 刑警队当晚召开了案情分析会, 法医经尸检后发现, 死者的致命伤在右后脑, 是铁锤一类的钝气猛击后, 造成颅脑损伤致死痕, 死者为了检测出有安眠药的成分, 应该是在熟睡时被杀的, 凶手下水力量很大, 应该是一个年轻力壮的男性所为, 死者死亡的时间在一个星期左右, 而狠检员也有了一个初步的结论, 保险柜是被现场发现的那根撬棍撬开的, 现场采集到了几枚指纹, 但由于残缺不全, 没办法进行比对, 从现场的脚印来看, 凶手的人数可能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, 派出所的民警也查到, 周庆伟在出差时, 会把房子的钥匙交给周永强, 周永强就是利用这个时间, 要约他的牌友到别墅里进行赌博, 而在周庆伟死亡后, 周永强突然的失踪引起了警方的注意, 周永强有赌博的恶习, 经常和绰号红鼻子的朱彩发, 还有绰号闭火的黄文彪一起赌博, 周永强会不会是因为赌输了钱向周庆伟借钱, 借给他, 他怀恨在心杀了他呢, 周永强持有周庆伟别墅的钥匙, 再加上周庆伟死亡后他的失踪, 更加深了警方对他的怀疑, 周队认为, 下一步一方面要从周庆伟的人际关系展开调查, 另一方面要对周永胜以及他的牌友进行调查, 诸葛队长在巨尾大妈这里了解到, 周庆伟曾因为和一个名叫陈娟的女人游染, 被陈娟的老公找上门, 陈娟的老公是一个屠夫, 知道两人的关系后, 就拿着刀上门找周庆伟拼命, 最后在巨委会的调节下, 周庆伟拿了五万块钱把这是摆平了, 后来陈娟也没脸再在这里待下去, 就离开了本市, 就在警方四处追查周永胜时, 周永胜却主动来到了刑警队, 此时周永胜才知道哥哥被杀害的消息, 据周永胜所说, 他前几天去东港找店面想开个皮鞋店, 但店面位置不理想, 他就去了苏州, 电话号码也在那几天更换了, 警方经询问后得知, 他经常带红鼻子和壁虎去周庆伟的别墅里赌博, 他们很容易接触到别墅的钥匙, 周永胜称, 他最后一次见到周庆伟师在二十号, 那天周庆伟打电话, 让他到车行里看车, 周庆伟看中一辆上百万的豪车, 说要去银行取钱, 让他在车行里等着, 在这期间, 红鼻子给他打过电话, 电话中, 他无意中把周庆伟取钱的信息, 透露给了红鼻子, 警员在档案室调取了周永胜, 红鼻子以及壁虎三人的犯罪资料, 同时, 警员在一位配钥匙的老师傅这里了解到, 红鼻子曾在他这里配过钥匙, 经过一系列调查后, 警方排除了周永胜杀人的嫌疑, 而红鼻子和壁虎进入了警方的试验, 与此同时, 技术员这边又有了新的发现, 他们在保险柜里发现了一枚指纹, 经过比对, 这枚指纹就是红鼻子的, 警方再次召开案情分析会, 警员查到, 红鼻子之前欠了几十万的赌债, 但就在前几天, 他突然把赌债全部还清了, 然后跟壁虎去了福建, 在结合红鼻子偷偷配过周永胜家的钥匙来看, 红鼻子和壁虎有重大的作案嫌疑, 法医通过进一步的尸警, 确定了周永胜的死亡时间, 是在8月20日的12点至21日凌晨一点之间, 诸葛队长提出了一点疑问, 红鼻子完全可以趁周永不在家的时候, 去偷这笔钱, 那他为什么偏偏要在周青伟在家时, 入室盗窃杀人呢? 诸葛队长认为, 周青伟暗不排除情杀或者是仇杀的可能, 因为周青伟生前喜欢沾话惹草, 经常插足别人的家庭, 并且喜心厌旧, 这些都有可能引来杀身之祸。 局长命令兵分两路, 一方面要从周青伟的男女关系展开调查, 另一方面派人立即赶往福建, 寻找红鼻子和壁虎的下落, 并将其抓捕回本市。 于是, 警察首先找到了周青伟情人陈娟的前夫钟锦龙, 提起周青伟他就气不打一处来, 钟锦龙称, 就是周青伟害得他和陈娟离了婚。 他听说周青伟被杀的消息后十分高兴, 警察问起他8月20号晚上到21号凌晨的去向, 钟锦龙表示, 他20号晚上去了他的女朋友阿芳家里过夜, 为了核实钟锦龙的证词, 警察随后又来到了阿芳家里, 阿芳证实了钟锦龙的说法, 这样的话, 钟锦龙就没有作案的时间, 可以排除他杀人的嫌疑。 诸葛队长和警员来到了周青伟的另一个情人王小燕家里了解情况, 据王小燕所说, 他最后一次见到周青伟是在一周之前, 从那以后, 周青伟再也没有找过他, 而陈队带着另一队警员也赶到了厦门, 在厦门公安的配合下, 成功地抓获了红鼻子和壁虎, 并将两人带回了本市。 据红鼻子交代, 案发的前一天晚上, 他和壁虎就去过周青伟家里, 他们事先配好的钥匙打开了房门, 而壁虎则在外面望风, 就在他准备撬保险柜的时候, 望风的壁虎告诉他, 周青伟提前回来了, 所以当天晚上他们没有偷城, 由于两人心有不甘, 于是在第二天晚上, 他们又去了周青伟家。 但进入卧室后, 他发现周青伟已经被人杀了, 保险柜里的钱也被人拿走了, 由于他俩在现场留下的线索太多, 害怕警方查不清楚, 把他俩当成凶手, 所以两人决定逃到外地。 周队询问他出走之前还的钱是从哪里来的? 红鼻子则称, 钱是他15号晚上赌博士赢的。 随后, 警员又提审了壁虎, 壁虎的说辞和红鼻子的完全一致。 壁虎还交代, 他在外面望风的时候, 看到周青伟和一个女人一同回的家。 远比周青伟矮一点, 由于光线太暗, 他并没有看清女人的相貌。 如果壁虎交代属实的话, 那天晚上周青伟回家时是两个人, 但红鼻子进屋后, 确实发现了周青伟的尸体, 运一个人不见了踪影。 那么和周青伟一同进屋的这个女人, 就一定与周青伟的死有关。 那这个女人是单独作案, 还是伙同他人共同作案呢? 接下来时候任务是要弄清楚这个女人究竟是谁。 警察找来了周永胜。 周永胜猜测, 周青伟带回家的女人极有可能就是王小燕。 据周永胜所说, 就在案发前的一段时间, 王小燕打算开一家美容院, 开口向周青伟要钱。 但周青伟死活不同意, 为此两人还发生过争吵。 周永胜还提到, 他有朋友曾经看到, 王小燕和一个陌生的男人, 在江新公园里搂在一起, 关系非常亲密。 有了这条线索, 诸葛队长再次找到了王小燕。 王小燕否认曾在案发当晚去过周青伟的别墅, 并称他当晚在家里看电视。 诸葛队长这一次对王小燕的询问, 其实也是想来个敲山阵户。 如果说王小燕就是凶手的话, 那他一定还有一个帮凶。 法医的尸检结果表明, 死者头部的伤口是由一名青年男性所致, 王小燕察觉到警方怀疑他的话, 那他肯定会跟这个男人联系商量对策。 同时, 技术人员在进一步的勘察中发现, 按发现场还有一个女人的高跟血液。 经推算, 这个女人的身高应该在1米60到1米65之间, 体重在45到50公斤之间, 这跟王小燕的身形比较相符。 但如果说王小燕就是凶手的话, 那他的作案动机又是什么呢? 诸葛队长推测, 周清伟虽然养着王小燕, 但他并不打算明媒正确, 而且不允许他接触别的男人。 如果王小燕有了别的男人, 再加上周清伟那天, 把那么多钱带回了家里, 第二天一早就要取出这笔钱到车行付款, 那王小燕就必须要在20号晚上作案。 由此看来, 王小燕目前是最有可能杀死周清伟的人。 周对命令, 立即对王小燕进行秘密的监控调查。 警员刘霞在王小燕经常出入的美容院了解到, 在20号当晚9点左右, 王小燕到美容院坐过美容, 后来被一辆黑色的轿车接走了。 开车的男人就是帮王小燕办卡的男人, 经病人, 这个男人就是周清伟。 与此同时, 警员查到20号晚上9点45分, 王小燕接到过一个非市民的电话, 而就在两个小时后, 周清伟就死在了别墅里。 警员跟踪王小燕来到了郊岸的一个度假山庄, 王小燕下车后, 静止走向了后边。 诸葛队长在询问了出租车司机后了解到, 王小燕曾在车上打过一个电话, 说的是他马上就到, 看来是有什么人在等他。 诸葛队长让警员继续跟踪王小燕, 而他就去找到了山庄的精灵。 警员向诸葛队长报告说, 王小燕坐船到了河对岸的垂吊区, 走进了一个最大的帐篷, 看到王小燕的照片, 经理认出他是山庄里的常客, 并和山庄里一名叫赵伟的员工接触比较密切, 但赵伟在一周前就辞职了。 诸葛队长还询问了帐篷的事, 经理称, 这个最大的帐篷就是王小燕租用的, 他每次过来钓鱼都是住那个最大的帐篷, 看来王小燕极有可能是跟他的同伙在帐篷里见面。 没待多久后, 王小燕就原路返回, 坐着出租车离开了山庄, 诸葛队长带人来到帐篷发泄, 里面的人已经逃跑, 只留下了一双运动鞋。 看来嫌疑人已经意识到, 他们已经被警方盯上了, 很可能会出逃。 在得到消息后, 周队命令马上去一栋公司, 调取王小燕两小时以内的通话记录, 同时向度假山庄调派警犬, 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追踪。 刘霞查道, 今天离开本市的列车还剩下最后一趟。 周队命令一队警察立即赶往火车站追捕嫌疑人, 另一队警察立即拘捕王小燕。 最终, 在铁路警察和警犬的帮助下, 赵伟被成功抓获。 面对警察的审讯, 王小燕拒不承认她的犯罪事实, 并称她离开周庆伟家的时候, 她还好好的。 但当她看到一被抓捕的赵伟时, 她整个人都猛了。 周队立即对赵伟进行了审讯, 据赵伟所说, 她是在周庆伟带王小燕来山庄钓鱼的时候, 和王小燕相识的。 三个月后, 王小燕一个人来到山庄钓鱼, 看起来她心情不好, 她上前安慰王小燕。 在聊天中得知, 她跟周庆伟吵了架, 并且周庆伟还打了她。 赵伟对王小燕的关怀让她感到了温暖, 一来二去, 两人很快就发展成为了情人关系。 但赵伟知道, 王小燕过惯了有钱人的生活, 以她的经济条件, 肯定满足不了王小燕。 后来她想跟朋友盘个酒楼做生意, 但却没有本钱。 她知道王小燕住的房子, 是周庆伟给她买的, 就想让王小燕把房子卖掉。 但房产证却被周庆伟锁在保险柜里, 于是两人有了杀人翘保险柜的想法。 20号的晚上, 王小燕在周庆伟那里得知, 她把买车的钱放进了保险柜里。 王小燕就找到了赵伟, 告诉她晚上必须要动手, 不然第二天这钱就会被周庆伟拿去买车。 于是她晚上来到周庆伟的别墅, 王小燕从里面给她开的门。 此时周庆伟早已被王小燕用安眠要迷, 她很轻松地就砸死了熟水中的周庆伟, 然后她想用带来的螺丝刀打开保险柜, 但没能成功。 后来, 她发现床底下正好有一根撬棍, 于是, 她用撬棍撬开了保险柜, 拿走了里面的财物。 这就是他们作案的全部过程, 而两人也将受到法律的制裁。